好,那我已經開始正式錄影了 那首先感謝大家參與 那我是魯文大學的博士候選人林高賢 那我還記得就是去年初的時候 我還在比利時的時候 當時疫情其實剛開始從亞洲啊 往外面開始擴散 我還記得我跟其他幾位台灣的同學 各式各樣的在擔心說疫情會無法控制 那我們在不亂的在討論 要怎麼去減少外出 自己做自己的quarantine 然後甚至我們要去再討論說 要去哪裡買酒精啊、口罩等等的 那這些行為啊 其實就受到了很多我的歐洲的朋友 我們其他同學們的各種嘲笑 但其實某種程度也顯現了我們亞洲人 或更specific的講 就是我們台灣人對於疫情啊 可能跟西方人就有很不同的一個應對模式 所以在Project TIRR 在籌劃今年的這個夏季活動的時候 我們就特別規劃了一場 跟COVID-19疫情有關的這個演講 那我們就很榮幸邀請到李兄老師 來答應為我們做這個相關主題的演講 那李老師他其實在2016年 從北卡大學的教堂三分校取的數學博士後 目前正在就在中學院的社會學研究所 擔任助研究員 那老師的研究興趣其實很跨了很多不同的領域 那他的興趣也包含社會網絡分析 那演化賽曲裡面的社會困境與合作 還有再來就是社會科學的量化方法 那可以看見老師其實有不同領域的一個交織 那我們也很期待老師會以不同的方法來去 approach 我們今天這個很重要的這個 跟COVID-19有關的這個議題 那我們接下來就把時間交給李老師 來進行正式的演講 謝謝老師 謝謝高潛的介紹 然後很高興在TIRA這個平台上面 就是跟大家分享我的研究 那我先把我的這個螢幕找出來 就是投影片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能夠看到投影片 高潛可以嗎 有可以看到 那我就差不多開始 那首先再次感謝就是高潛的邀請 就是高潛在邀請的時候呢 有特別提到說想要找新冠肺炎的題目 然後邀請我來做演講 就是我其實感到很慚愧 因為新冠肺炎這個題目呢 雖然說我有做 然後也的確收集了兩個新冠肺炎相關的資料 等一下我會講另外一個 就是今天我會講第一個 然後等一下會稍微提到第二個 但是呢就是我也不是一個疾病傳染學家 就是縱使剛剛高潛有說到說我做其他領域 不過這個領域呢不是我熟悉的一個領域 然後它我們做的東西比較像是心理學跟一些其他 像是公共政策啦或者是一些就是 就是疾病傳染相關的公共衛生相關的議題 這不是我熟悉的議題 因為我本身是做方法學出身的 可是這個呢又是我第一次收集資料 就是從小到大我第一次為了研究收集這個資料 那它是全台灣的資料 那當然它用的方法是統計方法 那也不是我所受數學方法訓練 就是比較熟悉的方法 所以我其實它不算是一個我研究的主要比較拿手的領域 不過呢 既然收集了資料那就一定要有所產出 那我們就把收集到的資料 然後想想辦法盡量拿出去做一些研究上面的發表 那這個是我去年研究團隊在去年3月到5月的時候 就是各位如果還有印象的話 就是去年大概1、2月底的時候 台灣有開始爆發新冠肺炎的疫情 就是到全球的話大概到2、3月開始有 陸續有除了中國以外的疫情就會產生出來 那台灣在疫情最緊張的時候 大概是去年的3月到5月 那是去年喔就是還不是今年 那那段時間呢我們就衝速去收集了資料 因為其實也是我們的主管就是在跟我們講說 就是我們做人文社會科學的 我們不應該就是關在房間裡面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因為其實自然科學的學者已經很忙了嘛 那我們也要出去多收集一些COVID-19相關的實證資料 那既然主管講了 那就是我們想說那我們就進我們團隊可以做的事情 我們就想說這個疫情是像我們能做什麼事情 等一下會介紹說我們衝速去收了什麼資料 那這個是我們去年3月到5月之間收集到的資料 那我們就找了一些研究題目來做 這是其中一個 那我們研究的是什麼 我們研究的是在疫情開始的時候呢 就是因為台灣政府會有一些相對應的政策 那其中一個非常特別的政策是要求一些有風險的人 他居家檢疫或居家隔離14天 他會在不一定是居家 但是他可能會在一個醫療院所 或者在一個檢疫所 或者在家裡面隔離或檢疫14天 我們想要知道說他在這14天的過程當中 他會不會有不服從的念頭 或是想要反抗的念頭 想要離開隔離地的念頭 那是哪一些原因會讓這些人 他想要去離開隔離地 這個是non-compliant 就是不服從的行為 那這個是我們想要關注的研究的重點 因為我們想說 如果我們知道他想要離開隔離地的原因的話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政府能夠提供哪一些配套措施 能夠讓這些人比較願意留在隔離地 幫助我們控制整個疫情 好 那這個研究呢 是我跟我的兩位助理 就前兩個作者是我們兩個研究助理 那我們一起在做的研究 那好,我們就開始分享 好,那一開始呢 我們就帶大家回顧一下 現在COVID-19最新的數字 就是從去年1月到今年的8月6號 就是我們去WHO相關網站上面看到 看全球的COVID-19的確診的人數已經突破2億人 那死亡也突破400多萬 那台灣的狀況呢 台灣確診人數是1萬5 就是到今年8月6號為止 那死亡人數是809 那台灣的狀況當然跟其他全球的國家不太一樣 我們比較特殊 我們在去年2020年的時候呢 就是在3月到5月之間 正如剛剛提到說是比較緊張的時刻 就是那個時候就是全球的疫情開始發燒 那很多就是在海外工作和海外留學的一些年輕人 就紛紛回台 那時候台灣的氣氛呢 其實是比較緊張的 就想說 萬一大家都從國外回來 那會不會有病毒 因為大家沒有做檢測可能就回來 那可能會有一些隱性的傳染源會爆發 那時候如果大家在台灣的話還記得的話 就是我們擔心很多連假 什麼清明連假會擔心 然後各種就是假期都會擔心說 會不會有大規模爆發 那是去年的這個時候 那在5月之後呢 就開始了我們台灣政府的表現就非常的好 就控制住那一波疫情沒有讓它爆發 就是連續253天沒有本土疫情 接下來就看這個圖 就是綠色呢 這是台灣的累積確診跟累積死亡的人數圖 就是從去年的1、2月到今年的7月 所以看到綠色的線是累積確診 那累積們它就只會往上升而已 所以我們看到一個非常小的一個 這個突起 它是在去年的3月到4月之間 開始有累積確診 一直往上攀升 那大概到4月之後呢 4月中之後呢 就是一直是平的 那本土確診一直到去年的12月 才開始有本土確診 就是連續253天 台灣其實是沒有本土確診的 從去年的4月到去年的12月 是沒有本土確診的 那後來到去年12月開始有本土確診 那今年的5月 大家知道就是台灣新的一波的疫情爆發 可是呢 新的一波的疫情的爆發 其實它也慢慢減緩了 就是現在從3級降到2級 所以其實疫情的爆發的高峰是5月底6月初的時候 那等一下我們也剛好也會有我們新收集到的一波資料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一波的我們收集到的資料的內容 那帶大家回顧一下台灣的狀況 台灣是剛剛跟各位分享的是非常特殊的一個例子 就是台灣在早期的時候我們控制得非常的好 我們是世界這些國家當中的一個模範省 那也分析了 這邊也看到許多文章就分析台灣為什麼早期可以成功的原因 那首先是我們有很快速反應的中央政府機關 就是中央疾病管制中心CECC 那我們當然每天開記者會公布即時的資訊 然後做很多有效的統籌分配 像是口罩地圖 然後像是一些其他的物資 其實都有做非常快速且透明的資訊的管理 那第二個呢是我們做好了邊境管制 就是無論是任何人他進到台灣的國境 他就是必須要隔離或檢疫14天 那出來之後要就是追蹤他的體溫 最終他去看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才能夠出去自由活動 而且還要自主健康換你7天 其實這個邊境管制是非常重要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加上他後來的隔離和檢疫 隔離和檢疫有什麼不一樣的 隔離是你如果接觸過確診的人 那你就要進行隔離 隔離的條件比較嚴格 那如果是你有感染的風險 像是你的足跡跟有確診者 可能在同個地方有交會到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要檢疫 檢疫的話就是比較低一點的標準 可是也是要在某個隔離地14天 所以隔離是quarantine 然後檢疫是isolation 那我們也有做contact tracing 就是追蹤管制 那其實陸進的追蹤 其實很多地方像是我們會知道 確診者的足跡是怎麼走的 就是你會看他的手機 他的GPS的定位 就是公佈他的足跡 那現在我們在台灣都要知道說 我們去一個公共場所 就要是傳送簡訊給1922 給中央集管中心去 來回報說我們在那個地方 有曾經進出過 那這個是非常常見的 就是contact tracing的例子 那其他相關的配套措施 就像是social distancing 社交距離或者是戴口罩 也就是這些都是台灣成功的關鍵要素 好 那我們這個研究呢 我們想要關注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我們想要看隔離跟檢疫 隔離跟檢疫他們在台灣 這個控制疫情的這個過程當中 它扮演了什麼角色 就是它哪些政策配套措施讓它有效 再來是被隔離或檢疫的人 它會不會有想要離開隔離地 檢疫地的念頭 那哪一些因素讓它想要離開這個地方 好 那隔離的呢 就是它跟剛剛講 跟確診者有接觸 那檢疫的話就是它可能會有一些接觸 那另外一個是隔離是它從國外回來的話 它就一定要自動進行隔離 好 那剛剛講台灣其實有滿多地方都做得很好 就是早期一部分都做得非常的好 那其中一個我們想要關注的面向是 台灣對於隔離或檢疫的措施 那這個措施呢其實就是要這些有風險的人 我們希望他們待在家裡面 或待在他們相關指定的隔離的地方 像防疫旅館或者是隔離醫院 或者是一些隔離的場所 那讓他待在那邊14天 那當然這些人在那邊14天 他有滿好的物資 就是會有政府會知道說他在那邊 那也會有方法去知道他的地點 那也給他充分的物資 那從去年二三月到現在 就是這個政策開始到現在 大概到7月為止 有70萬的人 大概70萬的人 經歷過隔離或檢疫 那其中有兩千個例子 兩千個個案違反這些規定 那違反這些規定的話 可能最終會被罰到一百萬元的罰款 那所以其實在多數的狀況之下 我們看到說其實多數的國民其實都是配合 或多數的台灣人都是配合這個政策的 那只有兩千個 那70萬人個案當中只有兩千個是違反的 可是還是有違反的 我們想要知道違反的原因 當然我們不一定能找到這些違反的人 可是我們想要知道 經歷過這些政策的人 這些措施的人 他為什麼會想要離開隔離地的有這個念頭 那我們想要知道說政府在這當中 他扮演了什麼角色 他提供的資訊是否透明 他給這些在隔離地的人的物資是否充足 這些會不會影響到他想要待在隔離地 或離開隔離地的念頭 再來呢 就是其實在世界各地 我們面臨到政府給我們不同的一些措施 要我們做不同的事情 其實每個地方的人 他們會有不同程度的服從的程度 有些甚至是反抗 那其實國外也有滿多大規模的抗議 是可能對政府的一些作為可能會不服從 像是就滿多國家在抗議說 政府不應該要求人民隨時戴口罩 或者是出入公共場所戴口罩這件事情 或者是甚至有人民在認為說 政府的這個COVID的政策其實是一個陰謀論 是政府為了要打壓人民或者是限制人民自由 所捏造出來的訊息 所以其實政府在做相關的許多措施的時候 都可能會受到人民的一些反抗或反彈 我們想要知道說 就單就是隔離或檢疫這項措施 它對人產生最大的不滿 或者是最大的壓力來源是什麼 如果我們想要讓這項措施更有效的話 我們應該注意哪一些面向 當然我們不是第一次做隔離或檢疫相關的 不服從的研究 那以前學者他們也有對不同的情況之下 他們有做研究 就像是一些不同的疾病 其實也會限制這一些染病者 或者是有風險的人 他們一些居住或行動的自由 那它有分不同的層次 那首先是政府的層次 人們會關心說 政府給它的資訊是不是公開透明 就是政府今天既然限制我不能夠移動 那政府也要讓我知道說 我們的政策 這個政府的政策是不是正確的 是不是我有這個必要性留在這邊 我是不是得到充分的資訊 那再來是個人的層次 個人的層次 什麼樣的因素會影響到他想不想要離開隔離地呢 就是以前研究所也有發現說 他是不是有財務上的困難 假設他沒有辦法出去賺錢 那可能你關他14天 他就感覺到很困難 那他可能會想出去 或者是他認為他沒有相關的社會責任 就是你把他關起來之後 他也沒有任何好處 就是他只是被限制行動自由 可是對於社會沒有任何幫助 在是他經歷了可能很強的負面情緒 那讓他就是待不下去 他覺得很煩悶 覺得很不安 他一定要出去 他一定要離開這個地方 那也或者是他缺少了許多跟人家接觸的機會 他沒有了人際互動 因為隔離地 他可能沒辦法跟人家面對面接觸 只能別人地食物給他 他缺乏了人際互動 他想要離開 這都是以前發現過 可能讓人想要不服從 留在一個地方的規定 那在隔離的期間 就是會引起這些人一些負面情緒 隔離的人的一些負面情緒 這些負面情緒也可能導致他想要離開隔離地 那負面情緒當然有非常多的來源 那有一些來源就是我們在文件上面看到的 就是跟這個離開隔離地相關的是 他可能會缺少一些陽光 就是缺少陽光可能是因為他在關在一個地方 那他可能那個地方沒有辦法照射到陽光 那可能會對他的身心產生影響 再來是剛剛講過的就是財務上困難 有可能對他的負面情緒有影響 那或者是他可能遭受污名化 污名化的來源可能有蠻多的 可能是親戚或者是非常好的朋友 就是照顧他要起居的人 可能會認為說他給親戚還有製造麻煩 或者是泛泛指教像是領居 假設你在家隔離 別人知道說你是從國外工作或留學回來的 可能會對你們家的人另眼看待 那造成自己的壓力 或者是陌生人 他可能是對一個團體的人有污名化 就是為什麼這些在國外工作留學的人 幾天之內就要回台灣避難 可能這些人為什麼在國外不好好待著 你就要把病毒帶回台灣 可能是對陌生人對這些人的污名化 會造成自己的這些負面情緒 那或者是對自己的一些自我評價 就是我可能造成別人的麻煩 那我可能我不應該這樣做 這個也會增加負面情緒 那或者是政府給他的一些資訊 是不完整或不一致的 這個也是對負面情緒 是有可能會造成影響的 那我們會看說這個負面情緒 是不是一個中介的變數 就是對於一個人想不想要離開隔離地 這個負面情緒的本身 因為它還有跟其他的變數相關 那負面情緒本身是一個很大的變因 那我們想要經過一套系統的分析 看說負面情緒這個項目 它是不是一個人 想要離開隔離地的一個中介變數 那當然中介變數是統計上面 你要看說很多事情是x會影響y 那負面情緒這個東西是一個中介變數 我們叫做m好了 就是有很多是從x直接影響到y 然後x會影響到m影響到y的 我們想要看說這個負面情緒的 這個中介變數的m 它到底佔了這個多少的這個比重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就是我們如何收集資料 就是我們在去年的3月到5月 就是剛剛提到說是台灣疫情相對比較緊張的時刻 就是海外的留學生跟工作的青年人 紛紛回台灣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架設了一個網站叫做防疫點日記 那我們收集大家的幾種資料 第一個是他們要給我們就是他們每天他們跟哪些人接觸 這個資料是為期一個多月 那是3月到5月就是時間不等 那他們要跟我們講說他每天跟誰接觸 再來是他會讓我們知道說他每天的心情怎麼樣 我們在網路上面招募 那招募的人有分兩種 好 這邊有這個時間表 有分兩種 第一個是他是隔離或檢疫的人 我們叫做檢生是quarantine 那我們怎麼知道他正在進行隔離或檢疫呢 那他要出示給我們他的 政府會給他一個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通知書 假設你是接觸過確診的人 或者是你從國外回來的人 那政府會給你一個居家隔離通知書 參與者要拿這個通知書散毛給我們 然後我們的人就是人工核對之後看沒有問題 不是偽造的 我們才會讓他進來加入我們的隔離組 隔離組就是他正在進行隔離或檢疫 他參加的第一天 他在進行隔離或檢疫當中 我們才會讓他用隔離者的身份 參加我們的研究 那另外一組人是 就是一般沒有經歷過隔離或檢疫的人 就是他參加的時候 他不是有隔離或檢疫的身份 那他也可以報名參加我們的調查 那調查是非常像的 就是一開始他加入我們的研究的時候 他要進行一個潛測 pre-survey 他就是講說他在這個時間點 可能3月30號或4月2號 他當下時候的狀態 那隔離的人 他當下時候是正在進行隔離的 這是他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那接下來的30天 他要讓我們知道說 剛剛講的就是他接觸了誰 每天接觸了誰 然後還有他每天的生活的一些心情 或是花多少時間在做什麼事情 每天的生活時間分配如何 等下會看到一些相關問題 那等到調查要結束的時候 我們會給他一個後撤 那只是隔離者 他在隔離結束的時候 我們會多給他一個問卷 就是隔離結束後的問卷 那他在結束 假設他是第七天參加這個研究的 那他在第14天的時候 會要填一份隔離結束的問卷 那這個是我們網站的一些截圖 就是這個部分是剛剛講的 就是我們要這些參與者 他記錄每天跟哪些人做互動 他就要建立說 我跟可能我跟張彥平進行的互動 那我們的互動是網路上的互動 我就要寫 那或者誰發起的 那進行的時間多久 那我有沒有收穫 就是我的心情如何 我有沒有具體的收穫 情緒收穫 資訊的收穫等等 我們要做這種 我們叫做接觸 我們可以把它想成是互動 每天的互動要記錄在這個平台上面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剛剛講的 生活的部分 像是有沒有量測體溫 有沒有讓太陽曬進家中 有沒有覺得孤單 覺得漫無目的 花多少時間工作學習 多少時間娛樂 多少時間社交等等的 一些生活方面 每天回答的問題 那當然我們也有給一些 補助或獎勵 就是他們 他們可以參加完這個研究之後 如果符合我們的標準的話 我們會發給他禮券 那也有讓他們抽獎 所以他們願意來參加我們這個活動 那比較值得注意的是 我們是在網路上面招募的 我們在臉書跟在LINE 跟在一些網站上面招募 所以其實我們招募到的人 我們可以在這邊看 我們招募到的人呢 比較特別的是 他的年紀是比較輕的 比較偏青年人 可以看到說沒有經歷過隔離的這一組 他的平均年齡是33歲 那經歷過隔離 正在進行隔離的這一組 他的平均年齡是28.3歲 所以他其實是比較年輕的這個族群 但是這個也是我們預期的結果 因為其實這一群人 特別是隔離的這一群人 他們多數都是從國外回來的 像是國外留學的或國外工作的 那這一群人本身比較年輕 我們也是預期到這個狀況 那而且年輕人比較多用網路 所以我們在網路上面招募到的人 比較多是年輕人 那這一群人呢 他們是女性居多 女性大概佔了七成 那男性大概佔了兩成多 那他們既然是年輕的 就是多數是沒有結婚 那又正在進行隔離的這一群人 因為他們年紀又更輕了 那沒有結婚的人更多 那多數是居住在大城市裡面 那沒有進行過隔離的總共有158個 那正在進行隔離的大概是140個 那我們現在要分享的這個資料是 正在進行隔離的這一組 也就是說他參加研究的第一天 他是正在進行隔離的狀態 他可能七天後 可能五天後結束隔離了 然後他還要做剩下的25天 或剩下的21天的這個問卷 他在結束後再做一次問卷 我們在討論的是 第一天的時候正在進行隔離的這一組的人 這也是總共是140個人 那哪一些變相是我們關心的 就是看有沒有跟他想要離開隔離地的 這個念頭或想法有關的呢 首先是他認為他自身的被隔離的這個 或被檢疫的這個限制 是不是對社會有幫助的 他的社會的責任他認為是高不高 他認為自己有沒有幫助 那再來是政府的相關的資訊是否充足 這個是我們每天測 repeat的意思每天測 那我們每天會測他的接觸的人數 或他互動的人數 當然我們互動不一定指的是面對面的互動 他可能是網路的互動 可能是語音可能是文字 他都可以記錄 好我們記錄他有沒有自我責怪 那我們還去調查他們的quality of life 他們的生活品質 那這邊我們用的是WHO的生活品質的量表 是減版的量表是26題的版本 那他總共分成四個面向 生理、心理、社會跟環境 我們都有把它放進去 那再來是我們測他的負面情緒 就問說你今天心情好不好 那是不是有感覺到負面情緒 強烈程度如何 再來是有沒有讓太陽曬金加重 那或者是又問他說你每天 正在進行隔離的人 你每天有多想要離開隔離地 等一下會看到這題目怎麼問的 那看對自我的負面評價 還有不明化的程度 還有他自身經歷到財務困難的程度 那接下來是一些初步的分析 我們看到說在這140個人當中 就是正在進行隔離檢疫的這群人當中 參加活動的這群人當中 他們的生活品質 這個是跟長模來比 長模就是我們拿同一份問卷來測台灣的其他的人 就是叫長模這些人 跟我們找到這一群參加的時候 正在進行隔離或檢疫的人有沒有不一樣 那正在進行隔離或檢疫的這群人 他在第一天的時候 他們那個時候狀況可能是比較不好的 可能剛下飛機 或者是剛從國外回來的一切很匆忙 那他的生理的生活品質是比較低的 我們看到說他是顯著的 他的P是很小 小於10的-4次方的 那他是負向的 他是比長模來的低的 那心理方面也是比長模來的低的 那這個也是顯著的 在環境的生活品質上面 這是沒有顯著的 那他們在社會的關係上面 是顯著的高的 因為他的P也是小於10的-4 那他是比長模來的高 所以這群人他在第一天的時候 參加研究的第一天的時候 他的生理跟心理都是比長模的狀況來的不好的 可是他們有比較好的社會的關係 那我們因為有問三波問題 就是隔離的第一天 參加研究的第一天 跟隔離結束後 跟研究結束後 研究結束後 研究結束後是第31天 我們要看出他的變化 那我們現在看的是 參加研究的第一天 跟結束研究的那一天 他的種種變相 看哪一些是有顯著的差異的 好 這群人就是隔離組 他們的社會的 他們認為自己的隔離 對社會有幫助 進到社會責任 他們是顯著的下降的 我們這邊放的都是有顯著的 他是顯著的下降 你就是認為說 這群人他們顯著的認為 自身的隔離是對社會沒有幫助的 好 那接下來呢 第二個是有顯著性的是 就是他們認為政府的資訊的透明度有提高 這個是有顯著的 就是顯著的認為政府的資訊透明度是高的 這個是一開始寫到最後 這個是有顯著的 最後是有顯著的高的 那第三個有顯著性的是 每天接觸的人數 就是一開始寫到最後 最後的是比較低的 他最後是有比較高的 所以他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他們參加研究的時候 他們接觸的人是 他那時候在隔離 他的接觸人數是少的 那最後就是到了第三十天後 他已經接觸隔離 他已經正常在外面自由社交了 所以那時候的 接觸到的人是顯著的多的 那我們來看我們關注的一些議題 首先是哪一些變數會影響到這些人不服從的行為 再來是這個負面情緒呢 他是不是扮演一個中介變數的角色 那他會不會也影響到這個不服從的行為 好 那首先我們就看我們的自變數跟異變數是什麼 那我們想要看的Y呢 Dependent Variable呢 是他有多想離開這個隔離地 這些每天 這些人是每天被問的 他在隔離期間是每天被問說 你今天有沒有想要離開隔離地的念頭 有的話程度有多強 我們是每天問 那所以我們總共有734筆資料 因為他不是每一個人 他都有14天在我們的研究當中 他可能是第八天加入研究 他就只有8、9、10、11、12、13、14天的資料 那我們是每天隔離的每天問 那如果是第一天加入的話就有14天的資料 所以我們總共有734筆的資料 那在這734筆的資料當中呢 就是有278筆是說完全沒有想要離開隔離地 那278是說有一點點 那77是說普通 再來是非常想 再來是很想 再來是非常想 非常想是18 所以我們就針對這個做不同的 我們就知道說他程度是不 非常想的是很少 那完全沒有是其實是多數 沒有是次多數 完全沒有跟沒有是最多數的 那我們就是特別去分析說 哪些原因會讓他很想離開隔離地 那我們用的是 Multi-Level 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其實它是Multi-Level Multi-Level就是我們的第一層是每天 那第二層是每個人 這是Multi-Level 那它的Normodel的Variant是8.5 那我們是用Random Intercept Model 那Ordinal是因為它的Y 它是一個有次序的 就是從非常不詳到非常像 我們用這個回歸模型 好 那我們來看說哪一些變數 是對這個想要離開隔離地 是有顯數性的 首先是我們看到這個結論是 Mail就是男性呢 它的系數是負的 然後它是顯著 我們今天指方顯著的 它是顯著的不想離開隔離地 也就是男性是在這個研究當中 是表現出比較服從的行為 就是它離開隔離地的念頭 是比女性來得小的 好 那接下來是Negative Emotion 這個也是顯著的高 就是它經歷的負面情緒越高的話 它越想要離開隔離地 那再來呢 是它在隔離地的第幾天 就是N-State 就是第幾天 它天數越高 就是它距離離開越近 它越想要離開 就是第13天 第14天是最想離開的 所以它隨著隔離地的時間 在隔離期間的時間越多 它越想要離開 這是正的 那它經歷到的污名化的程度越高 它越想要離開 這個污名化是正的 那接下來呢 是Social Responsibility下降 就是它認為它自身的隔離 對社會越沒有幫助 它越想要離開 那Daily Contact是負的 就是Daily Contact下降的越多 它越想要離開隔離地 就是我們把剛才一開始的那些變數 全部放進這個模型 這個Multi-Level Ordinary Logistics Regression當中 我們得到的一些訊息 好 接下來就是用Mediation Analysis 我們看就是負面情緒 它到底會吸收了多少 X到Y的這個 這個變數的成分在裡面 那我們其實把全部這些變數都放到 模型當中去看 就是Negative Emotion 到底能夠吸收多少 那當然我們就用那個Pro的模型 我們可以看到說 它會把這個變數分成幾種Effect 就是Direct Effect跟Indirect Effect 就是哪一些是會直接經過 從X到Y的 不經過中介變數M 我們這邊中介變數是負面情緒M 那哪一些是Indirect是會經過這個M 會經過這個負面情緒 從X影響到Y的 那我們就做了一些分析 不過這邊可以看到一些結論 像我舉個例子 就像是污名化這個例子 污名化我們可以分成三組 就是弱的跟中的跟強的 那我們就看其中一個 像是強的我們看Strong 那Total Effect是正的 是正的4.71 就是經歷到強的污名化的情緒的 它越想要離開隔離地 那中間是Direct呢 Direct佔了83.9% 就是從X直接到Y 從經歷到強污名化 直接到Y想要離開隔離地 直接的效應是83% 那間接的效應是 這些污名化 強污名化的情緒到 Negative Emotion 負面情緒大概有13% 所以我們就可以依照這個方式 來看它的路徑 就是到底有多少會經過 中介變數 這個負面情緒的變數 那哪一些是直接會影響到 從X直接影響到Y的 這個我們有做以下的討論 那我們來總結一下 這個主題的發現 那哪一些因素會影響到這些人 就是想要離開隔離地的念頭呢 就像污名化或者是每天接觸到的人 接觸到的人越少 他越想要離開隔離地 降的人越多越想要離開隔離地 那隨著隔離天數的增加 他越想要離開隔離地 可能是因為已經蹭不住了 已經覺得隔離太久了 他越想要離開 那他覺得自身的隔離的這個結果 對社會這社群是沒有幫助的 他越想要離開 那他經歷到越多負面情緒 他越想要離開 那負面情緒會被哪一些因素給誘發出來呢 就是自己對自己的譴責 那或者是負面評價 自己對自己的負面評價 對外面對他的污名化 污名化我們又發現是 從陌生人來的污名化是最嚴重的 或者是他經歷到一些財務上的困難 他會有引發比較多負面情緒 負面情緒又間接地影響到了這個 這個想要離開隔離地的這個念頭 那我們也有一些就是延伸下來的結論 就是像政府可以考量的一些面向 首先呢就是政府他應該去多關心說 這些人他受到隔離或檢疫了 他的生理或他的心理的狀況是如何的 就是我們在關心他物資是否缺乏 或者是會不會有沒有人給他足夠的關心之外 就是我們要讓他知道說 其實他的心理狀況政府是應該要知道 或應該要關心的 就是公共衛生人員應該要每天知道說 他是不是經歷到很多壓力 再來呢是在社會上中呢 我們也要盡量去消滅這個 污名化這個可能的問題 就是他們會得到來自親人 或來自泛泛之交 或來自朋友 或來自陌生人的污名化的一些情緒 那這些對他們是很嚴重的 他們可能會因此想要離開隔離地 因此會有很多負面情緒 那再來呢是我們應該要加強 就是這些人 就是社會大眾是對自身的自由受限 他可以保護更多的人 免於受到疾病的這些危害 這種社會責任 這些社會責任如果越強的話 這些人待在隔離地或是檢疫地 他會越容易待在這些地方 他會越不想要離開 如果有比較強的社會責任感的話 我們也要提一下這個研究有哪一些限制 那首先第一個限制是我們的招募的方式 我們招募方式其實這些人 他們是用社群媒體招募而來的 就是臉書LINE 那其實他們很多是他的資訊 其實相對之下是比較充足的 他是比較網路的使用者 他是年輕族群 那他們也是相較之下 非常的同質的一群人 他們就是年輕然後他們大概百分之九十幾 都是從國外回來的 就是他們是非常同質的一群人 那他們參與的人數當中 比較多是女性 這個也是我們這個樣本的一個非常特殊的地方 好 那剛剛介紹完就是我們想要介紹的主要主題 那我想要花一點時間就是介紹一下我們收的另外一個資料 那這個是我在 這是我的網站上面有寫的一個比較像是科普的文章 那他跟我剛剛講的這個台灣三月到五月調查不一樣 是台灣三月到五月是一個月的追蹤的研究 那他是找兩群人 隔離的人跟美隔離的人 我們分別請他寫一個月的遺跡 那這個跨國研究呢 是他是進行三波 他是全國的全球的一個調查 那他有十二國語言 就是世界各地的主要語言 就是都在這個調查當中有 那我們是希望參與者能夠做三波的問卷 一波會隔九十天 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人在去年九月寫 那他在去年十二月會收到email 然後今年四月會收到email 他就填了三波的問卷 那我們問的問題很類似 就是說也問接觸 然後也問心情 然後也問有沒有接觸到確診者 然後問他們的生活品質 問他們的政治態度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看我網站上有這篇就是科普的文章 我們收集了哪一些資料 那因為主辦單位就是邀請是我講新冠肺炎相關的一些議題 那我這邊就分享一個就是我們最新的一個研究 但是因為我們還沒有整理好 所以我們就只能講一下大概 因為這個我們收集的期間其實非常的幸運 就是因為我們說從去年的九月到今年的五月底 那今年的五月底其實在台灣的例子 是可以看到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研究的題材 就是我們從去年九月到今年五月 台灣不是從去年九月到十二月沒有任何本土案例嗎 那本土案例到十二月開始有了 那可是今年的五月中我們的本土疫情開始爆發 就是指數型的攀升 那你可以看到這張圖就是五月大概母親節之後 就是全國升成二級的警戒 五月十五號升成三級 五月十九號是全國到三級 那高峰大概是五月底的時候 就是五月底六月初的時候 所以我們的資料在台灣的資料呢 其實是非常滿意政府 然後沒有疫情到突然之間就是五月底的時候 因為我們做到五月底 五月底的時候就是那個時候其實大家非常緊張 覺得本土疫情要爆發 而且你不知道說危險程度有多高 知道每天有幾百人這樣子 病例不斷的增加 死亡人數不斷的增加 那我們就問 我們有問一題就是今天可以分享是 如果你可以打到疫苗的話 你會不會去打疫苗 那這個問題呢 台灣有一千七百多個人回答 一千七百多個人回答有三個選項 一個是我不會去打疫苗 再來是我可能會可能不會 再來是我一定會去打疫苗 那我們在五月 其實三月到五月的時候問了這一題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非常明顯的一個變化 就是說在五月中之前 就是三級警戒開始之前 其實大家都是沒有要打疫苗 縱使全球那個時候的Delta病毒已經非常嚴重了 就是在印度啊 在其他國家都已經非常嚴重了 可是在台灣看不到 看不到人家想要打疫苗的這個意願 那另外一個這個 這個模型也顯示出 在台灣至少在雙北 他沒有特別想要打疫苗 我們知道這個病毒呢 是從雙北開始擴散 雙北也是重災區 可是雙北的人並不會更想要打疫苗 他告訴我們是什麼 告訴我們是 其實就是同島移民 就是你在台東跟在台北 其實你想打疫苗的意願是一樣的 那哪一些因素會影響這個 要不要打疫苗的意願呢 我們這邊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是你常去人潮擁擠的地方 或者是你如果有生病 你會跟公共衛生人員知道 讓他們知道說你的狀況 就是你的公共衛生的意識很高的人 會想要打疫苗 那認為政府可以用資訊科技去掌控 去追蹤人民的行蹤 這種政府的控制越強的 會越想要打疫苗 那認為政府可以公開個人資訊 病患個人資訊的 因為疫情的原因 公開病患個人資訊的 這種人會比較不想要打疫苗 這可能是比較反對政府一點 反對政府公開個人資訊 那你認為政府給你足夠的支援的人 你會越想要打疫苗 你越相信政府的人會想要打疫苗 你越擔心假訊息會造成危害的 疫苗相關的假訊息會造成危害的 那你越想要打疫苗 那O是openness 是心理學當中的人格 大五人格測驗當中的開放性 你越開放的人格 你越會想要打疫苗 那這邊也有跟生活品質相關的 就是你的physical health 就是你的生理的生活品質越高的 你越想要打疫苗 這也合理 就是你覺得你的生活當中非常好 你有非常好的生理上面的健康的話 你會想要打疫苗 那social relationship 是負的 那我們觀察到這個是一個壓抑變相 就是它其實跟Y的相關性沒有那麼高 所以它可能是模型表現好 它放在這裡 那你越會擔心疫苗的生理效果 你越不想要打疫苗 你越覺得疫苗接種過程麻煩的 越不想要打疫苗 那這些都是我們認為比較合理的 那另外一個看到跟文獻相關的 文獻一致的研究呢 是男性會比較想要打疫苗 這個可能是我們在五月的時候做的研究 因為三月到五月那個時候台灣其實有蠻多的訊息 因為疫苗多數討論的那個時候都是AZ AZ可能對年輕女性比較多的副作用 那我們的樣本就是年輕人居多 所以發現說男性比較想要打疫苗 這可能是可能的原因之一 那30歲以上的人會比較想要打疫苗 這個也是我們看到合理的 那檢測出陰性的 他有去做COVID檢測的快篩的 他越想要打疫苗 這個是我們發現說哪一些因素會讓人想要打疫苗 這個是我們也是這一兩個禮拜才發現的結果 因為我們收集資料、整理資料 到現在才開始做一些分析 所以這個是在這邊跟各位分享的一個小結論 一個小的結果 跟今天要講的演講主題是無關的 它是另外一個我們做的COVID相關的調查 好,那我就先暫時分享到這邊 那謝謝大家 那看各位後續有沒有問題 我們這邊都可以做討論,謝謝 謝謝老師,很精彩的演講 那對,現在我們就是進行QA時間 然後我剛剛其實在Chat Room上面 已經有看到一個William 就已經有一個問題了 就是是不是請William 可以開你的麥克風來直接提問 如果你還在的話 OK,他可能暫時不在 那我來幫他複述一下他的問題 那William他是問說 就是這樣的研究 就是可能是referred to第一個研究 那就是這樣的研究方式 就是老師會如何避免survivorship fires 然後再就是會抗去距離的人 或許一開始就會避免survivorship 這可能是participant的問題 是不是? 可以再複述一下第二題 怎樣的人會避免survivorship嗎? 他可能是闡述第一個研究 他剛剛第一個問題 他只是在講說就是這個participant 是不是有可能是有一些人 他比較會抗拒隔離的人 他其實本來就是會 就是他personality上面 就比較容易去避免做trouble這個行為 是 好 好 謝謝William的問題 就是 當然我們這個研究 我們剛剛說的這個limitation 其實是蠻多的 就是 就是 他提到的這個survival bias 當然我們 我覺得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避免 就是或者是看在場 大家有沒有想到就是 能夠避免方法 因為其實我們找的這群人 他就是 我們招募就是他對這個有興趣 然後他願意參加 可是 這些人呢 就是他 他其實也是經歷到travel 因為他如果 沒經歷 因為我們找的這些人是台灣人 就是他 一定要是在台灣的人 然後他也不能是外國人 所以 如果有些人他怕就是 COVID-19對他 就是 應該是說 隔離或減疫對他造成影響 然後他不回台灣 那這群人 當初就不在我們的受試者的範圍之內 就是說 他一定要是回到台灣 他才能夠參加這個調查 那回到台灣的話 他就會被隔離或檢疫 他才能參加調查 所以其實我們 我們沒有這個資訊說 他要是想要避免旅行的話 他會怎麼做 就是這些人 如果想要避免旅行的話 他不會進到我們的調查對象當中 那 那當然他也就不會面臨到說 這個 14天的隔離或減疫 因為他們當初就想 就避免旅行 他就不會經歷到 14天的隔離或減疫了 所以 這個有一點就是 就是 out of our scope 就是我們沒辦法處理 我們沒辦法知道 我們只能知道說 哪一些因素 會影響 他 因為被隔離減疫的人 所以他想要離開 所以這些 想要避免這件事情的人 就不在我們的研究範圍裡面了 好 對 我也 對 我也覺得 這個問題其實是蠻難解的 好 那我不知道 William 老師剛剛的回答 是不是有 符合William 想要得到的訊息 那如果 如果你想要繼續闡述的話 你可以直接看麥克風 去問 再深入問這些問題 然後我不知道 在場的觀眾有沒有其他人 有想要提問的 你好 我是逸婷 然後我想要 因為我現在在台大公衛學院做博后 然後我們近期 之前也是在做跟COVID相關的研究 那我們的資料來源是台灣的一個安心專線 然後我們裡面也有看到一些他是隔離者的人 他有打電話到這個安心專線來尋求一些心理支持這樣子 那可是因為我們的sample當初是想撈一群可能是比較高自殺風險的人 那後來我們在比較高自殺方面這一群裡面沒有撈入太多的隔離者 但這群人時常提到的一個問題是financial stress 那我剛剛看到老師你的那個presentation裡面其實也有提到說就是會導致這個負面情緒的其中一個因素是financial difficulties 那想問一下細節說我在這個項目上通常在隔離者 因為聽起來他們是一群比較年輕從國外回來的人 那可能是學生可能是工作者 那他們大概面臨的financial difficulties大概是哪一種形態 或是你們是怎麼問這個問題 那這個是對我的問題謝謝 謝謝謝謝怡婷的提問 就是我們那一題是問說你對財務上面有沒有感受到壓力 就是財務引起會不會給你這些壓力 那從非常沒有到非常有 就是應該也是我們通常都問五點的量表 那當然我們沒有去細究說他的財務壓力是什麼 那我們想財務壓力既然會讓他影響負面情緒 那就可能是可能是他海外工作 他可能丟下他的工作 或者是他工作他知道他來台灣 他就很難繼續從事他原本的工作 這種壓力讓他影響到負面情緒 然後讓他想要離開 因為我們發現說負面情緒是很大的影響 讓他想要離開隔離地人的念頭 那這個焦慮這個不安 是很直接可以貢獻到這個負面情緒 然後又影響到他想要離開隔離地的念頭 那我們沒有追問 但是可以想像到的狀況應該是 就是會影響到說他的工作 因為其實留學生應該是還好 我們沒有交叉去比對 因為資料的限制 我們其實不太能夠確定他是不是留學生 他還是工作的人 就是我們不太能夠知道 但是我們知道說那個時候回來的人 就是這兩種人 就是海外工作或海外留學 我們發現說這個是他的其中一個因素 那可能跟你們的研究可能也像 只是說這些人 我們這些人是確定在研究調查的時候 他是隔離或檢疫的狀態 因為我們的sample裡面有一些的確是 完全符合這個剛剛描述的情況 他就是在國外工作 那他們提到 因為我們是來電的資料 所以他是比較直性的主資稿分析這樣子 那裡面有比較多具體的提到 譬如說可能他原本的職涯發展 或是他原本可能蠻多在中國做生意 或是在其他國家做生意 那他突然回到台灣之後 就是面臨到說那他的職涯發展好像會中斷 那或是就是真的就是生意不好的這種情況 那所以對沒關係 那聽起來就是 聽起來就是他主觀的認為他有一些經濟壓力 可是剛好在這個問卷裡面 可能沒有更細節的部分 可以去了解他的深入的情況這樣子 對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一個comment 就是其實這個也是受限到我們資料的來源 就是我們知道說非常多隔離或檢疫的人 他的來源不一定是從國外回來的 現在有很多 從那個之後很多是接觸到確診的人 或是跟確診的人租基有一致 就是他去了某些場所 那他可能是在本土 但他就沒有出國 他可能就是他的工作受到影響 他就不能出去工作 那我們收到的資料沒有這些人 這個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這群人他多數都是90幾都是從國外回來的 所以可能跟你們的不太像 不過共同點就是財務的壓力 這個是影響負面情緒很大的原因 對然後不好意思我最後分享一下 就是有關於那個stigmatization 就是我們也有很具體的看到真的是從國外的隔離者 然後他就是抱怨他的鄰居就是貼他標籤啊 然後他的家人也不支持他 那這個事情的確是造成他很多的焦慮跟憤怒引發的一些無望感 對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從這個 老師剛剛分享的東西 覺得跟我們在另外一個研究看到的東西 其實蠻多東西可以互相呼應這樣子 那非常謝謝老師今天的presentation 謝謝 對其實這個如果能夠做到的話 其實也可以做一些質化加量化的研究 就是我們鎖上我的鎖上的同事其實也有在做相關的研究 就是像鎖上的曾凡詞老師他做醫療社會學 他可能就會訪問說一些隔離或檢疫的人 他會不會經歷到一些污名化的事情 或者是需要哪一些相關的資源 那如果說我們在量化上面能夠辨別說哪一些是會造成這些人負面情緒 或者是想離開隔離的原因 那直化上面的訪談就能夠針對這些原因去追問 那這個能夠補足蠻多我們看數據看不到的這些面向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可以做更完整的研究 那就是看後續這個可能就只是個起頭 因為我剛剛有提到說我們 對不起我不用找那個資料 就是從去年的一二月到今年的七月已經有70萬人 人次經歷過隔離或檢疫 其實是台灣2300萬人 其實70萬人其實已經很多 3%左右的人經歷過14天的隔離或檢疫 這個事情是蠻多人經歷到的 那我們的研究也希望說能夠找到說這些人經歷到哪一些壓力 可以政府可以給怎樣的幫助 社會可以給怎樣的幫助 那物名化絕對是很大的一環 因為他經歷到的物名化是顯著的高的 然後我們又發現說來自陌生人是最多的 跟進房考友比跟泛泛指教比 陌生人給這些人的物名化是最高的 了解 謝謝 謝謝 謝謝老師和議題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再佔用老師五到十分鐘的時間 因為我們表定時間是到十一點左右 但是不知道可不可以再跟老師佔用五到十分鐘 因為我看到好像觀眾裡面 潘浩仁跟彥平好像也有問題 沒問題啊 我沒有時間限制 好 謝謝老師 沒有問題 這沒有聞到嗎 好 我先邀請浩仁先來問問題好了 好 謝謝 這沒有聽到嗎 有 有 好 謝謝 謝謝 那謝謝老師 那我的問題是這樣子 因為這份研究 第一部分研究大概是在去年進行的 那今年台灣經過一波疫情爆發以後 那現在以雙倍來講 大概是從每一天數百億到現在大概每一天可能一到兩位數 那在這次爆發之後 臺灣的民情對於現在這個疫情的恐慌程度 可能會跟去年有一點不一樣的區別 比方說可能去年大家會覺得一粒本土都不能有 只要有一粒本土的話 那就是非常糟糕的一個情況 但以今年來講的話 可能目前直到今天為止 雙倍都還是有一些零星的個案 但是大家可能就相對來講 就比較不會覺得那樣的恐慌 那想請教老師的是覺得 在這樣子去年和今年的時空環境的不同的情況之下 會不會對於去壓隔離者的一些不符同情為 或是他們的壓力來源有怎麼樣的影響 謝謝 還有就是這個問題嗎 對,謝謝 好,我要想一下 因為其實我現在做的話是一個預測 因為我沒有這個資料 就是謝謝浩仁的提問 就是我們有的資料就只有去年3月到5月 然後進行隔離或檢疫的人 那因為這個資料是到去年5月的 然後我們做的另外一波調查是全球 然後我們等等 我們可能有這個資料 但是我們還沒分析 因為在我剛剛講的第二筆資料 其實我們有問出他是不是正在隔離中 他有一些人是隔離中 但是非常的少 就是那個時候我們剛好找到的人非常少 我們找到正在進行隔離的人非常少 我記得只有個位數 所以能不能分析到一個好的結論 我不知道 我資料上面我不知道 除非有相關的研究 找今年5月到7月正在進行隔離或檢疫的人 他的負面情緒或他想要離開隔離的念頭 不然我們其實沒有辦法知道這個事情 那我想反過頭來請問一下你覺得會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其實我也需要想一下 因為我只能說我們沒有這個資料 我只有去年3月到5月的 那今年的資料我只有數個人 那這數個人的資料我們其實還沒分析 而且數個人能分析出什麼結論 我們也很保留 那你覺得會有什麼不太一樣的結果嗎 就是對於這些人的想要離開隔離地或這些人的負面情緒 我個人的猜測是 因為剛剛老師有提到說 在去年的調查裡面 有很大一部分的隔離者 來源是來自於身邊的可能親朋好友 或甚至是一些不認識的街坊鄰居的一些壓力 那當比方說雙北或是說一些疫情事件比較嚴重的縣市 從一個算是有爆發的情況 現在目前為止 其實目前為止是趨緩到一個應該算是控制住的一個現象 那我在想會不會大家對於 比方說居家隔離者出現在你的生活圈的恐慌度可能會低一些 那如果真的是這樣子的話 那或許從外在輿論給隔離者的壓力可能就會減輕一些 但是我不是很清楚會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畢竟從去年這樣子看來 不好意思 去年的感覺 讓我的感覺是只要有任何一個本土個案 那大家就會把警戒拉到最高的一個等級 那跟現在來講 我覺得可能就比較不會有這麼劇烈的反應 對 那謝謝你的這個評論 我覺得很合理 你如果是七八月的話 或許這個汙名化的程度就小一點 因為其實很多是 像是百貨公司 或者是大眾運輸工具 可能你沒辦法 或是集體工作 那個時候如果有集體確診 其實公眾場所 就是應該是說工作場所當中的確診 人家對你的汙名化應該小一點 因為不是你自願的 就是你可能雇主要你去那邊工作 可是另外一種可能是五月 五月初那個時候 或五月中那個時候 像是一些娛樂場所 萬華地區那些娛樂場所 那種被找到的人 他可能被隔離或檢疫的人 他的汙名化的程度可能就非常的重 那現在可能就比較不一樣 可是我們也要想到有其他因素的影響 就像是可能對政府其他方面的滿意程度 就像是他沒有辦法獲得疫苗 因為那時候疫苗不是議題 那可能現在我們可以知道說 疫苗的數量 大家打疫苗的比例 是對這個疾病的關鍵 對對抗這個疾病的關鍵 那可能現在又另外一個議題進來 對 而且兩筆資料非常不一樣的是 就是去年的政府滿意度是很高的 就是去年三月到五月的時候 我們收到這一群人 他們的政府滿意度非常的高 他們認為政府給的資訊非常透明 也都很支持政府 可是今年五月多的這筆資料 就是政府滿意度就沒那麼高 因為突然爆發 那我相信到五月到七月 政府滿意度應該是有下降 那個時候會影響到他們這些情緒多少 我們就不知道 了解 但這很複雜 就是我希望有相關研究 在做五月到七月的隔離的 或檢疫的這個研究 但不知道有沒有 OK了解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 謝謝老師安浩仁 那我最後是不是就請彥平來提問 然後彥平問完問題之後 我就會停止錄影 那大家可以比較free的問問題 所以我先交給彥平 我的問題就跟上面那個對話窗寫的一樣很短 我想要請問你們在講複向情緒的時候有去區分是什麼樣的複向情緒嗎 像是憂鬱焦慮生氣難過這些應該是不同的情緒嗎 你們有這樣區分嗎 好 謝謝 我知道彥平是研究情緒的 所以我不能亂講什麼 就是我們有給他做憂鬱的量表 就是他們在隔離結束的時候有做憂鬱量表 那焦慮 我們有問說他想要離開隔離地的原因 就是有一個是感覺到焦慮感覺到不安 或者是其他負面情緒我們沒有太多做區分 可是焦慮是有 然後憂鬱的話我們是有量表的分數 可是量表的分數不在這裡面 就是我們做這個 因為當然都是負面情緒 不過他憂鬱的分數是在他整個隔離結束之後才做的 所以我們有區分這個事情 可是他的變數裡面沒有憂鬱 所以總結來講就是這個負面情緒這裡面 大概沒有做這麼細緻的區分 可是我們有他憂鬱的程度 但是他不在這個模型裡面 那我們把它想成是一個 比較像是急性壓力症候群的負面情緒 他這種結果是有的 不過不在這個模型裡面 那既然彥平提出問題 他其實也要感謝彥平 因為這個陽光這一題是彥平提的 就是這些人有沒有照射到陽光 那當然有沒有照射到陽光 可能會影響到負面情緒 這個我們後面有發現是有 那另外一個調查當中 我也發現說陽光是一個蠻重要的變數 對於時間感 對於這些人 他知不知道現在的狀況 也是有蠻多決定性的影響 好對不起 我只能說負面情緒這個 我們沒有區分這麼多不同的情緒 可是我們有資料 只是沒有用在這個模型裡面 OK 因為我剛剛本來問這個的時候 我是想要接在疫庭後面問 因為我在想說 你們如果沒有的話 說不定 疫庭他們的 是疫教疫庭嗎 就是 他們手上的資料 說不定可能可以有 這一部分的分析 然後不曉得你們 都可以溝通一下 還是怎樣 因為 他雖然拿到有可能比較接近職化的資料 因為是安心專線 可是可以做一些coding或什麼的 那我在想的是 我之所以會問這個問題 是因為我覺得好像 你知道憂鬱的人 有時候會像是失去能量一樣 所以 憂鬱歸憂鬱 可是他不會想要逃跑 他就覺得 他乾脆死在房間裡好了 但他不會跑掉 什麼人會跑掉啊 我們社區 對不起 這個大家 如果之前有接觸我的 不要被嚇撓 就是我們之前社區有一個人 應該是要被居家檢疫之類的吧 然後他就在大廳發飆說 為什麼是我 然後就是我沒有可能 然後他就很生氣 然後要出去 然後警察都來了 好像生氣的人比較容易跑掉吧 但憂鬱的好像不會 所以附向情緒之間 好像是有一點點差異的 我的感覺是這樣子 甚至有一些人覺得自己就是 就是invincible 那甚至是正向情緒 可是這種人會跑掉啊 可是如果是很peaceful的人 就是沒有沒有 我在家佛系 佛系隔離 沒感覺 那這種人就不會跑掉 所以好像不只是正向負向 這麼單純 好像跟是什麼情緒 有蠻大的關係 我的感覺 我的直覺來我也不知道 好 我覺得非常好的建議 我們回去再多分析一下這個 就是我完全認同 因為我們也有問 其實憂鬱亮表裡面也有 就是真無可憐這些問題 就是你是不是覺得存在已經沒有意義 那些人我相信他多數應該是不會想要做什麼 離開這件事情 根本就是想要了結生命 那的確有很多不同的負面情緒 那我們會再檢視看看 但我們這邊的確如果要只講負面情緒好像有點太大了 可能要再多檢視一下 不好意思 我這邊可以再補充一下 就是我們是針對 對對對我是怡婷 就是我們是 我現在的 我現在的mentor是做自殺研究的 所以我們所有的這些資料分析他都是focus在 可是他可能是被一些自殺相關的理論informed 所以我們的確是把跟自殺相關的這個psychological response 就是拆成 甚至我們就是在coding的過程可以找到六種 特別他會引發自殺的這個意念的一些 譬如說他是他要感覺到無望感 他要感覺到incident 那他的low mood可能只是其中一種 那我覺得只是我們沒有特別把 因為我們當初low的時候的目的 並不是要區變隔離者跟非隔離者 但就是說我們也沒有 我們目前沒有這方面的分析 但像剛剛彥品提到的這個事情 我是覺得其實就我們有取得的資料裡面 其實是有可能去把一群我們在身份標記上 把它標記成就是是檢疫或是隔離者 然後再去了解說他們來電的內容 通常除了問一些那種就是把它當1922再問以外的那種問題以外 其實也會有蠻多情緒的部分 那裡面有提到我們有提我們有看到就是 欸就是現在不是一個很systematic的分析 只是我自己在讀這些數字稿的印象的時候 就是會有聽到那種就是他可能健康需求沒有被滿足 譬如說他需要去看醫生 他需要去拿藥 那他可能覺得或是我覺得我懷孕了 然後我想要去找我先生的醫師check 那這些事情都蠻可能引發他們想要打電話 安心專線就是抒發他們內心這個想離開 卻不能離開被困住的這種感覺 但我們還沒有做一個很系統性的分析 所以或許這個事情也是蠻有趣的 我可以再回去跟我的mentor討論看看 我覺得或許是一個有趣的題目 在隔離檢疫者的心理健康部分這樣 我也想要請問一下逸婷 是這個安心專線的資料是你們還在收集嗎 我們目前手上有的其實也是有點類似的情況 是我們在我們現在分析的東西是去年的1月底到5月底 因為台灣第一確診好像是1月23吧還是22 然後我們的資料是從那一天之後開始一直去到5月底 因為5月那時候其實後來台灣就是幾乎是沒有確診案例了 那今年我們有考慮說那今年的這一波我們有沒有要再去取得 可是這個目前就是還沒有一個定論這樣子 但我們現在手邊的確也是局限在去年的台灣第一波爆發的時候 瞭解 那他們有提到那個接觸嗎 因為我們發現說接觸的掉的越多的人 就是接觸人數掉的越多的人他越想要離開 不知道說這個對因為安心專線的特性是 對因為它有點像是一個secondary data analysis 因為我們沒辦法主動的去問說我們哪些仿綱 主動的去了解哪些問題 他比較是來電者他主動願意跟這個輔導員 就這個志工講什麼內容我們才能聽到什麼內容 所以這個就是使用安心專線的一個限制 那當然就是 對所以他沒辦法 就是只要這個人主動沒有提到我們就沒辦法問 那裡面的確也蠻多人提到說 他的就是覺得說他的social support是降低的 那即便我們現在分析的這60個人 他們自殺意圖比較高的 他們都沒有人是隔離者 但大家普遍還是覺得在去年1月底到5月底的這個期間 即便是台灣的時候不到非常非常嚴重 可是就是大家有一些焦慮這樣子 大家還是覺得說那時候自己的social support好像降低 然後也覺得自己的一些人身自由好像有受到一些限制這樣子 但我們沒有辦法去很細的分析說他跟多少人接觸 了解謝謝 那個我知道你們的分析 那請說易婷 對不起 就是我剛剛想要回應一下易婷那個 就是說我知道你們的分析方式可能是比較直信 然後再做就先讀然後再做coding 然後不過有一個方法你們也可以參考看看 沒有知識益要做 我把它貼在對話框 它是一個比較像是 像是就是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就是你就直接讓程式去掃這些主字稿 假設你沒有主字稿的話 然後他就會給這些主字稿做一些像是標籤 那我現在貼這個東西是在心理學還蠻常用的 不過我知道這個東西 這東西叫look L-I-W-Z 我知道在computer science的人生的眼裡 這是非常的 基本上跟原始人的工具差不多 他們更新的 不過我的意思是說 說不定用這種方式可以先探索一下看看 對 因為我們 其實我們這個安心專業案 它其實還有很多其他的合作者 我們也有一些在 就我所知 就是有一些在政大的研究者 他們也有用 譬如說 正式computer science背景領域 然後跟我們解析一些 用BERT 還是什麼 就是一些 好像就是 你叫什麼 自然語言學習等等的方式 去分析這個來電的內容 這樣子 那我們的確也有一些主字稿 可是在 針對疫情期間的主字稿 好像還沒有累積到那麼多 就是我們 因為 必須它來電的量很大 它可能這幾個月 就來電幾萬通 所以我們必須從這個 來電跟那個 副導員的紀錄裡面去撈出 我們覺得比較有 有意義值的分析 還有符合我們研究問題 那我們再去達成主字稿 那如果是就疫情期間的話 我們的主字稿量 好像還沒有多到 可以做這件事情 或是我不知道 搞不好這個東西 你剛剛貼的這種 LIWC 這個東西 會不會其實 我們現在這60份也可以做 就是我不知道它的 那個資料量需要多 大成能做這件事情 60份我覺得可以試試看看 嗯 但是 就是有長有短都可以這樣子 沒關係 就是可以試看看 最多就是沒有吧 最多就是沒有 不然能怎樣 就是 對 因為我知道我們另外 他們另外就是別的團隊 其他的那個成員 他們是 就是分析其他東西啦 然後他們就 的確有去用這種 可能是自然語言學習 in general的這種方式去做 譬如說 輔導員跟來電者 他們的用字寫詞 的分析 因為其實在心理界 應該之前也有一些 譬如說 譬如說優鬱傾向的人啊 他們比較傾向用哪一些用字 那他們就是用這種 譬如說 schizophania的人 比較傾向哪些用字 那這些研究好像 陸續其實都是 有在進行中 只是我自己的確跟這一塊 就是 大概是今年才學到 就是很初步的暴露 所以我自己也不是很熟悉 對 但我可以想像 或許我們現在有的東西 好像 也 可以 就是 用這種方法去分析看看 但我們現在的卡關 其實不是特別卡在分析這一塊 因為其實讀竹字稿是快的 是 產出竹字稿的這個過程 就是 比較花時間 對 對 我講完了啦 我也交給你 交給你 其實我們也有這些人的文字的敘述 就是 我們在 收集資料結束的那一天 我們有 讓這些人回顧 就是這一個月 就是他 跟疫情相關 他想要對我們說的話 就是他經歷過的一些事情 或是讓他印象深刻的 我們其實也有一題 那 如果 剛剛彥平講這個 LIWC的這個東西可以做的話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用 有系統的方式去看 因為我們裡面沒有 做文字處理的專家 不過 可能 我想到的就是分類 就是 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能不能從他留的眼當中 我去看說 他 有沒有經歷過隔離或檢疫 這個可能是可以做的 就是他提到這件事情 我覺得那個判斷率可能是蠻高的 再加上 那可能下一步就問說 他的負面情緒有多高 因為這些也都是有套件可以用 就是看他用的詞有多負面 那他有沒有一些風險 這些可能都可以做 不過我覺得是一個蠻好的方向 只是 我沒有資料 可是可能還需要再多想想看 那如果心理學已經有這些工具的話 那我們就應該試試看 好 那不知道還有沒有 謝謝彥平 我如果 我 suggest 我先 stop recording 然後讓大家可以 隨意提問 好 那我就先暫停 就錄影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